其實我們沒有辦法讓自己穩定 所以我們要拍的時候 我們要練的是什麼 我們要練的是背部 就是當我們拿著這個機器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讓它穩定 如果這前面有一個時階 比如說可以靠著的時台 就會靠在上面 我後面有靠 對 後面拍人的時候有靠 好 那現在其實這樣都不錯 因為它其實就是穩定的畫面 然後時間是夠長的 好 我們再來往下看 有暫停 當然有暫停 像我們剛剛就看到遠景 中景 然後比較半中景這樣 它要拍什麼 你一定要自己去發現更多的角度 或者是更多的鏡頭 所以 是秘書長 秀音姐 秀音姐她在這個角度拍了 你看很好 她換了角度了 對 她換了角度 所以我們要勤跑對不對 我們要 比如說我們要去觀察各種不同的美感 就是自己覺得美麗的角度 然後可能就是去拍抓這些角度 那表示我跟受訪者 我跟這些事情是很有距離的 所以觀眾也會跟著進不去 就是她會覺得說 我好想看這個 但是妳沒有給我這個東西 然後 也許 同樣的角度她拍了好幾個鏡頭 可是對於 要姊姊的人 對於導演來說 她當然可以選擇 但她就不會把這個太相似的鏡頭 是併在一起 然後換到一個比較近的鏡位 妳就不會產生是一種跳一下的感覺 這是乘客嗎 乘客下來 我是不是也可以特寫乘客的臉 比如說他們下來的時候 我也可以特寫乘客的腳 腳啊 或影子 其實我覺得一樣 很簡單